教育同牌做了很多實現的功夫 我們這張畫很清楚 它是比較暗 雖然是同一個山 但是那種明暗的效果的話 在這張畫裡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即使有些很細微的地方 它是加了一點點蔗石的顏色 或者大家看到一點咖啡的顏色 是不是差不多了? 三十多位有名的畫家 偵襲作品作為有代表性 可以反… 收到之後 可能就是一個畫的 真是說 如果看畫面的畫 就說這張畫面 是說這張畫面的 但畫面的地方 是說這張畫面的 但是這個時候就更好了 所以這張畫面最強 適逢今年是 你可以驗誕誕110週年紀念 而我們也很榮幸 在這時候收到 掙扎到一件你可演重要的作品 不論在尺幅上 還是在題材的重要性上 它也是代表了畫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作 是一個中日關係 或者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 對外一個很重要的展覽的時候 的一個代表作 這次的股價 是會大約是一千萬美金的 它是比較暗 雖然是同一個山 但是那種明暗的效果 在這張畫面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 即使有些很細微的地方 其實你可演很巧妙地 你用了水 水墨 和顏色 設色去描寫 掌穿下 陽光照射 不論是浴光 或是正面的光 不同的位置的一個效果 不同的顏色 和不同的水墨 當中表現到山川 不論是很宏偉的一個山勢 或是細水的那個流動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當時 和南洋的大約冤圓 而這張畫 除了所說的特別的地方 是畫的表現方式 非凡他在作的畫 亦都有帶了一定意義的 例如他畫五畫 或者畫不雞 甚至畫鷹的畫 除了張大千當時是為無錫 那種積感的話 亦都是一個相當之講究的事 特別是送給何先生 何先生就是 鄭國的 姓段的作為祖先 他在中國的史籍裏面 他有一種應祖 所謂應祖的作品 他當時是很新的 因為這張畫 當時拿出來給王王看的話 是只是一張小畫背景 但是用一個人配兩者 和同的畫法 對於蔣少和來說 他可以說是中國人物畫的 一個很有代表性的藝術家 其實他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融合了西方的素描手法 而是利用中國的材料 宣紙或水蒙去完成 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 他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喜歡取材 自階上的一些低下階層 一方面可以說 是表現了他的人道主義精神 這件事在當時的藝術圈子 或者整個藝壇中很少見 我們中觀他全國藝術科學 其實可以看到這一類型的作品 只是出現在三、四十年代 後來的作品 他的題材已經不再是這一類型 所以更加顯得這一段期間 這一類型的作品更加難能可貴 很幸運的 他這一類型中西合璧的畫法 當時很受外國人的歡迎 而在現在來說 可以看到當時其實有不少的外國人 當時在中國欺負了這些作品 帶了回去他們的家鄉 然後得以保存 令到我們現在 還可以看到不少 還可以找得到 蔣少和這一段期間 這麼難得的作品 是 感谢观看